大家好,然后本章我们来讲解一下Wayme的复制粘贴 还有这个Wayme里面寄存器的这个概念 很多初学者在学习Wayme的时候都被他的这个复制粘贴搞得这个比较困惑 因为他在Normal模式下,在这个Insert模式下,他有不同的这种行为 很多初学者会遇到一些坑,比如说我想粘贴一段代码 但是发现这段代码缩键粘贴到Wayme里后,它的缩键全乱了 然后这一章的话我们就会给大家讲一下就是Wayme里面它的复制粘贴 以及我们如何来去解决常见的一些坑 另外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就是在Wayme里面如何来去使用这个寄存器 其实如果明白了这个寄存器它的工作方式 你才能真正的了解就是Wayme它的复制粘贴是如何工作的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Wayme它在Normal模式下如何实现这个复制还有粘贴的 我们知道最常用的两种模式 在Wayme下面一个是Normal模式,还有一个是这个Insert模式 很多初学者可能会感觉Wayme的复制粘贴比较奇怪 我们就先从Normal模式来开始学习 什么是这个Normal模式呢? 就默认我们进入Wayme就是这个Normal模式 它使用的复制粘贴分别是使用这个Y,还有这个P Y表示这个Yank,然后P表示这个Put Darm还可以使用剪贴命令 什么是剪贴呢?就是使用DDI来去删除 然后再使用P的来去粘贴 这样就实现了这个剪贴 最常见的一种使用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先使用V命令 一个是Vero模式 选择我们所要复制的地方 然后使用这个Y来去复制 接下来使用P进行一个粘贴 同时我们还可以配合这个文本对象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Yiw来去复制一个单词 YY复制一行 然后我们还可以使用P来去粘贴一个单词 或者是粘贴一行 对,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平常在使用复制粘贴的时候 可能都是用英文这个Copy还有这个Paste 但是在Vime里面它使用的是这个复制使用的叫Yank 然后我们这个粘贴使用的叫Poot 比如像Copy的话 它的前缀C已经被占用了 我们知道它C这个命令模式下它是Change的意思 所以这里使用这个Yank这个词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Vime里面使用Y来去复制 而不是使用C去复制 好,同样这里我们打开Vime来去简单的做一个演示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去把这一行使用DD删除 我们再可以把它粘到比如说上面这一行 我们使用P就可以粘贴 我们比如说还原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U来去进行一个还原 那比如说我想去删除一个单词 我也可以使用这个DW 然后呢,我可以移到比如说最后面 我可以打到MP 然后粘到这个U块这边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删除 并且把它粘贴到一个新的地方 同样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Y来去复制并且粘贴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YiW复制一个单词 对,接下来的话 比如说我移到这个最后边 我们使用这个Dollar符 然后按下P 对,你会发现我们刚才这个单词就被粘贴到最后面 就按U来去undo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使用YY去复制一行 然后按一下P 我们知道DD是删除一行 YY是复制一行 对,同样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行 并且按P来去粘贴 这里我们再把它删除 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使用D删除或者使用Y复制的时候 它似乎把它保存在了某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使用P的时候 就会把它刚才这个你删除或者是复制的内容 再给它粘贴回来 对,这个其实是放在这个寄存器里面的 我们先迈个关子 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复制粘贴的这个原理 对,这个就是在Normal模式下 我们最常使用的跟这个复制还有粘贴相关的命令 我们知道使用这个D去删除 使用Y复制 然后使用P来去粘贴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就是如何在Insert模式下 进行这个复制粘贴 我们在浏览这个文件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是处于Normal模式 但是一旦我们进行编辑的时候 就会进入这个插入模式 大部分情况下 就是大家复制粘贴 可能都是使用这个鼠标 然后选中 之后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Ctrl-V 或者是Cmd加V来去粘贴 一般比如说Windows系统 它是使用Ctrl-V 比如说是Mac的话 它会使用这个Command加V来去进行这个粘贴 对,Wayme它在这个编辑模式下 复制粘贴跟其他文版编辑器差不多 但是粘贴代码的时候 注意这里有个大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你用Wayme久了 肯定很多人都会遇到过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在Wayme-C中设置 这个Auto-Indent的时候 粘贴Python代码的时候 缩紧会变得混乱 好,这里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你在网上 辛辛苦苦找到一段这个Python代码 比如说这是一个QuickSalt的 一个简短的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好,这个时候你打开这个终端 我们先进一个文件 叫Qsalt.py 这个时候我们在Wayme里面 设置一下这个SaltAuto-Indent 有很多人会把它设置成 这个写在这个Wayme-C里面去 把它持久化 好,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回车 好,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使用I进入插入模式 好,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使用CommandV去粘贴了 这个时候你发现 代码的缩键整个都乱掉了 Wayme这点就比较烦人 因为一旦我们设置这个Auto-Indent 去自动这个进行缩锁之后 我们在粘贴代码的时候 就会混乱 尤其是像Python这种用这个 缩锁来表示代码块逻辑的这种语言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 SetPass的参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去解决 刚才所说的这种缩锁混乱的问题 这里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去解决 这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里我们先按一下这个进入USC 来去进入这个Normal模式 按下U对这个时候先Undo一下 加来的话我们使用这个Set 然后Past 可以用Tab来去补权 回车一下 好同样我们还是进入这个插入模式 我们按一下I对进入了这个插入模式 然后我们再使用这个Command V 粘贴A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代码已经锁进是正确的了 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 刚才的Auto-Indent已经不起作用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一下行号 然后在第二行的时候按下O 你会发现光标直接就跑到了这个最左边 而不是跟前面这一行对齐 我们现在先按一下这个U来去恢复一下 那如果我想让这个Auto-Indent 既起作用我们还需要Set这个NoPast 来去取消刚才的这个SetPast 好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第二行的话 我们按一下这个O 我们发现就跟上一行对齐了 对这个就是SetPast它的作用 就是说我们在Auto-Indent设置了之后 我们想要在Insert模式下去粘贴这个代码的话 就必须需要先设置这个SetPast的 然后再使用这个SetNoPast来去取消 当然可能有人就想了 这么来回的设置是不是特别麻烦 对其实有插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我们后面会看到一种简便的映射 来去使用一个简单的比如说FG 来去替代这两个转化 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这个WIM的寄存器 其实之前我们在说Normal模式下 我们使用这个D删除或者是Y复制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Pull来去粘贴 对那比如说我们删除的东西 它肯定需要在某个地方来去暂存着 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寄存器 我一开始在使用这个 比如说删除跟粘贴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就是我删除的东西 它究竟去哪了 对其实WIM里它操作的是这个寄存器 而不是系统剪贴板 这和其他的编辑器有所区别 比如说我们默认使用D删除 或者使用Y复制的时候 它都放到了一个叫做无名寄存器的地方 之所以是无名寄存器 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删除还是复制 都把它放到这个默认的寄存器里面 对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X去删除一个字符 这时候它就放到了这个无名寄存器里面 然后我们按P去粘贴 对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实现来去调换两个字符 比如说我们这里来举个例子 假设你经常拼错这个字符 比如说我经常把这个self拼写错 比如说拼写成这个FL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去快速的去修改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按ESC回到Normal模式 按H我们要先回过去 对比如说L跟F颠倒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用X删除这个F 然后再下P粘贴到当前字符的后面 对这样的话我们一个XP 就实现了这个两个字符的对调 对这个就是无名寄存器它的使用方式 我们比如说使用D删除和Y复制的时候 默认就会放到这个无名寄存器里面 不需要我们来去关心 然后粘贴的时候 它就会默认从无名寄存器里面拿出来 这个我们刚才操作的字符 然后再把它粘贴进去 对操作无名寄存器 其实不需要我们手动的来去 调用这个寄存器 那其实WIM除了这个默认这个无名寄存器 它也会有很多别的寄存器 那我们怎么来去手动来去操作它们呢 对在WIM里面 它这个使用寄存器的前缀是这个双引号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双引号 加一个寄存器的名称 来去指定我们要使用哪个寄存器 当然如果我们不指定的话 默认就是无名寄存器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 复制一个单词到寄存器A中 比如说小字小写字母这个A到Z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些寄存器 我们就可以使用双引号A 然后使用这个YIW 这个InnerWord 来附这个单词到寄存器A里面 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双引号B 我们是引用这个B寄存器 并且使用DD来去删除当前的行 到这个寄存器B里面 好这里来演示一个例子 这是Python之禅这个文件 我们把19跟20 就是最后两行分别把它复制到 A跟B寄存器里面 然后我们在底下分别来去粘贴 我们这里首先比如说我先使用这个 双引号A 引用这个A寄存器 然后我挖Y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19行 复制到了A这个寄存器里面 然后我们J来去下1行 然后我们使用双引号B 然后再用YY 相当于把这个 第20行复制到了这个B寄存器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冒号 然后IGA两句分别查看一下 比如说A的话 我们显示第19行内容 保存的是这个第19行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RGB 其实还可以查看这个B寄存器 它保存的内容 对这样的话 就是方便我们去查看 寄存器里面的内容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来进行一个粘贴操作 然后我们往下移植行 我们按下ESC 回到Normal模式 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 比如说双引号A 引用A寄存器 然后按下P 就粘贴了这个 粘贴了我们之前第19行的内容 同样我们还可以使用双引号B 然后再加一个P 然后我们就粘贴了 刚才保存在寄存器B里面的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手动指定 寄存器的用法 但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们想复制多个内容 到不同的寄存器里面 我们就可以来去这么使用 当然在WAMP中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两个双引号 表示这个无名寄存器 但是默认情况下 我们就是这么用的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比如说我们直接 YY其实就是把它复制到 这个无名寄存器里面 但WAMP里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常见寄存器 我们刚才比如说 使用了A跟B 其实A到Z这个 每个字母 它都可以当成一个寄存器来用 另外还有一些常用的 比如说复制专用寄存器 是这个0 我们可以使用双引号0 来去引用它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这个复制文本的时候 除了默认复制到了 这个无名寄存器之外 还会把它复制到 这个专用寄存器里面 另外的话 就是系统减贴板 它是这个用加号来去表示 我们可以使用双引号 叫加号来去复制到 系统的减贴板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往别处去粘贴的 而不是只在WAMP里面 进行粘贴 另外比如说 其他一些常用的寄存器 像这个百分号 表示当前文页名 或是点表示 上次这个插入文本 当然可能它用的 这个频率不是特别高 大家只要需要了解一下就行 好 这里主要演示一下 如何复制内容 到这个系统减贴板 比如我们经常需要 把一些内容 从WAMP里面 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这个系统减贴板 首先需要确保 这个WAMP的编译选项里面 有这个Clip Bird 这里其实可以使用 比如说冒号 然后echo has这个Clip Bird 来去查看 如果你输出的是1的话 说明你就支持这个特性 对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加号 它表示这个系统减贴板 比如说这里我们先 用大V快选两行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双眼号 加加号 然后按一下Y 这个时候就把这两行 复制到了系统减贴板 比如说这个时候 可以再打开像sublime 然后我们按这个Command加V 就发现我们可以 把WAMP里面的东西 先粘贴到这个系统减贴板 然后再把它复制到 这个sublime里面 对 那其实反过来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先加两行 一个是这个 我们加两行 叫Python跟Java 然后的话 比如说鼠标把它选中 然后我们使用Command X 把它放到这个系统减贴板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进入这个VAMP里面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 这个双眼号 然后加加号 这个时候 比如说引用这个系统减贴板 我们按这个P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就把系统减贴板里面的这个 这两行给它粘贴进来了 对 如果你还嫌麻烦 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et 然后 clipperbird等于这个armnamed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在WAMP里面 比如说我们直接使用 Y复制的内容 就可以直接拷贝到 系统减贴板里面 比如说这里我选中四行 然后按下Y 这个时候切到这个 比如说sublime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Command V 去把这四行给它粘贴进来 那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直接 就是把系统减贴板里面的内容 粘贴到这个WAMP里面 比如说我们把这些 所有的拷贝一下 用Command C 这个时候切到WAMP里面 我们可以直接按P 就把刚才这个 这些所有的内容 全给它贴进来了 星期一行 然后按下P 对 你发现 所有的内容都被我们粘贴进来了 这样就非常的方便 对 只要你的这个WAMP 支持Clipperbird 并且我们设置一下这个set Clipperbird等于unnamed 把它放到WAMP RC里面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Y 去复制到系统减贴板 也可以直接使用P 来去粘贴系统减贴板里面的内容 就再也不用使用这个Y 寄存器了 好 这就是几个常见的 其他的这些寄存器 我们最常使用的 就是使用这个Y 来去复制到系统减贴板 但你可以像刚才那种方式 让这个Y 直接复制到系统减贴板 好 这里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们切换到这个sublime 然后我们使用Ctrl A C复制这个所有的文本 接下来的话 我们切换到这个WAMP里面去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其实在这个Norm模式下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P来去粘贴 因为刚才我已经设置的这个unnamed 等于这个Clipperbird对unnamed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进入这个insert模式了 我如果还想粘贴 我们刚才系统减贴板里面的内容 我可以使用这个Ctrl A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加号 我们知道加号代表系统减贴板 这里我按下加号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也可以在这个insert模式下 给它粘贴进来 并且我们还可以直接输入文本来 继续进行编辑 好到这里我们就演示完了 关于WAMP里面常见的 就是如何在Normal以及insert模式下 来去进行复制粘贴的一种方法 以及常见的这个计算器的用法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在Normal模式下进行复制粘贴 就比较方便了 可能也不会出现这种格式错乱的问题 但是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在服务器上去操的WAMP的话 我们只能使用这个 直接去粘贴的方法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它没有这个系统减贴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使用insert模式下来 去使用Command V来去进行粘贴 并且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set path 来去设置这个粘贴选项 这里我们来做几个练习 首先就是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段 这个passing代码 然后尝试在WAMP里面把它粘贴进去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 很多种方式 也比较容易引起混乱 所以我还是带大家来去 我再去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去在这个 网上找一段代码 我们在系统减贴板里面把它复制进来 好然后的话我们切换到这个WAMP里面去 好这个时候我随便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说这个t.py 好这个时候进去WAMP了 默认是normal模式 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使用command V 你会发现哇全都乱套了 对这个时候你先回到这个normal模式 按下这个e 然后加上这个感单号来去重新加载 并且不保存当前的这个文件 对这个时候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先使用什么 使用i进入这个insert模式 再使用这个command V 对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现 虽然你最开头 比如说开头这个地方没有丢失文本 但是还是粘贴格式错乱 对其实我们还可以 我们就是要使用setpassed 对回车 然后按一下这个i进入insert模式 按一下command V 这个时候才会正常 对但是这种方式 很多人还是感觉非常麻烦 我们先恢复一下 然后使用m号e加这个感单号 重新加载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双眼号 加这个加号 然后按下p 对我们就可以直接在normal模式下进行粘贴 对这种是最简便的一种方式 它直接引用了这个系统简提板里面的内容 我们再去恢复一下 其实更简便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把这个setclipperbird等于这个onnam的 放进去之后 放在你的vmrc里面 或者是临时设置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用p来去粘贴了 就是在normal模式下 对这个其实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对很多人可能现在就万而却步了 就为什么为我们复制一段东西都这么复杂 对其实你只要理解之后 或者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设置 使用一下这个setclipperbird等于onnam的 然后你的这个y跟p 就都可以在normal模式下 直接跟系统简提板进行交互了 对再给大家留个小练习 就是你尝试一下 能不能将wm中的内容 复制到你的系统简提板里面 然后粘贴到比如说网页上或其他编辑器里面 最后一个练习是尝试在这个服务器的vm上来 去粘贴一下系统简提板里面的内容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直接使用 这个系统简提板里面的内容 而是只能使用commonov这种方式 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干嘛呢 只能在insert模式下 使用这个setpass的之后再去进行粘贴了 好这个就是我们本章的内容 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 在vm里面复制粘贴都是比较绕的一个地方 希望大家课后能够好好去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